像你所想的那一个人呢 不论他是不是已经走了 他有珍惜与你们的这一段感情吗 然后最主要还是给那种分手断联的人 可是如果你们还没分手断联 已经感情在一个停滞的状态 你们是可以测一下的 那如果有一些你知道 就是位于绸缪的人 虽然在关系中 可是你还害怕这段关系会有结束一天 那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结束的话 他能量是什么哦 那我们就到 我们就直接进行解排啰 我们今天呢 就是从生育卡开始 来这个人呢 他珍惜与你之间的感情吗 我这边看到的是他是珍惜的 为什么 因为这张牌卡代表的是 全速前进加速前进 就代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十足的勇气 跟行动非常迅速的做出决定 去拥抱任何的 不论任何的变化 他都是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然后跟你的判断 然后如果他想要做的好呢 相对之下 他会想要赶快的跟你之间 去做一个关系好好的珍惜 可是因为我们说嘛 如果你们的能量有结束的能量 他可能就会变成什么 他当下 其实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非常非常的在乎你的 跟珍惜你的 所以如果你们才在刚断联的关系 或者是你们是停滞的状态 你都要告诉你 你们遇到了障碍 你要迅速的解决他们 你们两个人才有机会在一起 可是这边有一个隐性的能量 除了你们两人以外 有人试图的在绊倒你哦 也就是代表你们之间 有一个第三者的能量 在干扰你们 不论是任何关系 不论是家人啊 第三者啊 或者他的朋友啊 是有人故意要让你们的关系 去进行一个毁坏的 可是呢 如果说 你们的能量 去做一个修正 跟这一个人呢 只要速度够快 不要拖延 那相对于之下 你跟他之间 就会有好的结果 时机决定一切哦 所以如果你可能是跟这一个人 是属于开放性的关系 你要问这个人会不会珍惜你 哎 如果你没有马上跟他怎样 关系 做一个很好的确认 那过了时机以后 你们的关系可能 就会 Time is over OK 所以这边还是给分手 断练的人的能量 会比较强大 就是如果说你们 断练的状态还没有很久 那多久叫没有很久 我觉得差不多 半年内都不算久 好不好 半年内哦 如果超过半年 你们就是算断练很久 跟分手很久的能量 就不是加速前进的 那这一段的关系 还有办法继续吗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珍惜嘛 他珍惜 他是珍惜前面 可是如果说错过了 那个时机 他就不珍惜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珍惜了他 想要跟你说什么话 来果然 第一张牌卡是 所有分手 都是由于长期的矛盾 积压的 也就代表 如果你们这种矛盾的话 要迅速的解决 迅速的沟通 好吗 那我们就来抽 嗯 我希望是抽一大把 因为我这次想要全用字卡 然后在最后面用 塔罗做一个ending OK 想念你的一切哦 所以这个人是很想你的 他想你的速度很快 他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你过来 然后他希望你们的关系 是自在的关系 随时可以充电 就算不在身边 也一直是你的归属 跟后盾 所以有一些 远距离能量的人 会抽到这个牌卡 非常的多 好不好 远距离牌卡的人 会抽到这个能量 好 那没关系 他出来就出来 我这次不翻的 来 想你温暖的拥抱 所以这一个人 非常想要跟你 有一个很 很珍惜的能量 他真的很想 迅速的抱你 然后呢 在你 不在你身边 他也一直希望 你可以去 跟他做一个互动哦 好 那如果你们今天分手 其实就是矛盾 产生 可是他这个人 想你的能量很强 所以不管你是任何关系 或者是 锻炼分手关系 他很想你 我再也拿不出 这般纯粹又热烈的爱 去爱别人了 所以代表说 你在他的世界里面 他最爱的就是你了 他对于你 是已经算是最热情的哦 也就代表 他跟别人 其实都很冷淡 可能跟你之间 他就有那种 热烈热情的火花 不自觉的那种 爱之火 欲之火 就产生了哦 就代表他遇不到 像你这么纯粹的人 所以你是不是也是一个 热情如火 跟直接的人 而导致于 他就是忘不掉你这种热烈 跟真切的爱哦 我其实没有真的讨厌你 我也不知道到底 谁该原谅谁 这么多年过去了 只希望你过得好好的 也就代表 这一个人呢 他这么多年呢 不论如何 他都会忘掉 你们之间的矛盾 以及不愉快 他会怎样 他会原谅 可是他也觉得 这不是原谅 因为你在他心中 是他最纯粹的爱 他希望你都过得好好的 也就代表 他多年过去之后呢 不论你们关系多久 只要说过年以后 他都会想念你的好 想念你的拥抱 其实让他崩溃的东西 很简单哦 所以呢 其实呢 你在他的心中 是有举 就是你的 你的状态 对他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他就是相对于 你做的任何 一点事对他而言 都让他崩溃 你呢 走出来了吗 愿意接纳新的人了吗 所以他都一直 呈现的是 他在想什么 他想念你的一切 想念你的拥抱 甚至于连 你是不是去 接纳新的人 他都在想哦 好不好 那他珍惜你嘛 他珍惜 只是说最后面 如果真的要结束 那不如擦干眼泪 往前走吧 好不好 那这段关系 可以休息一下 可是这跟关系 放弃 没有关系哦 好不好 所以就代表说 因为他对于你的爱 是因为他知道 他没了你以后 他可能没有办法 再去找更好的人了 可是因为他现在 还蛮崩溃的 那他珍惜你嘛 我觉得他很 想念你的一切 所以你说珍惜度 我是没有看到 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都输了 你再遇到像我这样爱你的人 他觉得他很爱你 所以我又一直说嘛 他非常的爱你 我们擅长口是心非 却希望对方有所察觉 他希望你有跟香香一样 有这种关弱因的能量 好不好 那最后面 我原本以为他不珍惜 就他后面说 应该珍惜 这一种信任的关系哦 所以呢 你说的这一个人呢 他是喜欢你的 哇靠 怎么突然变那么多 我只是 我本来要做一个ending的 他给我掉那么多牌 好 来 所以就代表说 他觉得你们要珍惜的是信任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两个 是不是信任感不足 或是认识的不深 不然的话 他这一个人呢 他是很珍惜这段关系的 可是他的珍惜在 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 所以这一组牌卡的人 抽到的能量是什么 他反而觉得是 你比较不珍惜 来 我一直说 你遇不到像我这样爱你的人 然后甚至你让他崩溃 他没有办法拿出 这般纯粹又热烈的爱 去爱别人了 所以就代表 他觉得今天呢 反而是 你不珍惜他 因为他非常非常爱你 所以 原来一个简单的拥抱 可以给人这么大的温暖 所以这一边看起来是 他就 他真的很想要你抱他 这个人很想你 很难过的时候 希望你在身边 好 来 很喜欢 人与人刚遇见的时候 有没有 我说加速前例就代表 一开始 他一开始对你 非常的好奇 所以他很羡慕那一种 熬过不愉快 时间还能如出的人 那我刚才有说 如果你们有矛盾 赶快解决 好吗 只是很喜欢很喜欢你 生命就该这样 平凡无期 他真的很喜欢你 很爱你 所以他觉得 生命就这样就好了 好喝的饮料 耐看的电影 能聊整夜的朋友 快乐的条件 好像很简单 但又很珍贵 所以他想要跟你做的是 日常的一般的 简单的互动 所以他要的是 人家长期的陪伴 所以他心盘会有 心盘里面会有 狮子双鱼 要陪伴的能量 然后因为他又有一点点 我们说的 来得快去的 一块能量 所以又有牧羊 的能量 很需要人家 守护黏在一起 那天秤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天秤要爱一个人 那么爱 有一点 来源他比较花心 这边是专情系的人的 所有 可是他没有虐待哦 他是希望你过得好好的 所以就是 射手 狮子 然后 牧羊 然后双鱼座的能量 比较强 因为没有比较负面 双子座的能量 也在 好吗 那谢谢你让我 可以爱着你 而同时也爱着自己哦 你很普通 可是我喜欢了很久 所以他喜欢的不是你的外貌 OK 他喜欢的 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但他 喜欢的是你 纯粹的那种心灵 好不好 所以说他张牌卡 不要关视频 好不好 不代表你不好看 是因为 他喜欢了你很久 是只要你他爱 他爱的是你灵魂的深处 对于你加速前进 也代表是一见钟情 不是外表 而是那种灵魂的连结 好吗 如果真的爱我 应该要爱原来的我 有没有 他都一直说 我们保持我们原有的样子 就好了 我提起你名字的时候呢 想你 想起你的时候 还是会相信 但不想再执着了 所以这一个人呢 他最后面会选择是 哦 我愿意祝你一切安好 可是他要好好地照顾自己了 谢谢你曾经在他的生命中来过 所以他对于你算珍惜吗 我觉得是 可是他 比较大的能量都在抱怨 然后会觉得是 你不珍惜他比较多 好吗 这样的牌卡 你们喜欢吗 今天就是简单的牌卡 好 喜欢我张帅 记得给我一个赞 那如果还没留言订阅的话 如果这些牌卡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记得 留言在这边可以获得一次的占卜 我Follow我的 Instagram或是Facebook呢 已经使用过 视讯免占的人呢 可以呢 随时的逢年过节 抽免费的占卜 偷偷有奖哦 好啦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 拜拜 第二组牌卡的 你们抽到这张牌呢 这一个人会珍惜你啦 哎 这一个人是被动式的哦 可是被动代表他珍惜吗 来 这张就是代表的是 其他人都为你而战 可是呢 他觉得好像 在这件事情上 跟你恋爱 他不是做到最好的 然后所以他有一点点 嗯 有一点点就是为了自己 怕受伤 所以他会 关系会脱以后 换取一个安全的空间哦 好不好 所以啊 他有时候可能会把 这一些感情的问题 都留给你去处理 然后他失去了锻炼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太过于被动了 也就代表他其实是还蛮消极的 那我们会说 那他珍惜你啦 这边看起来是 有些事情呢 并非无可奈何 而是他假装如此 所以他 他心里面的话 是他有珍惜 我这边看着 随着时间流失 我们将不得不战斗 也就代表说 这张牌卡 他的珍惜度是 是比较低的啦 好不好 怎么办 好 而是单纯的希望 你在身边陪着就好了 他没有要从你那一边 得到什么 那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 日常 谢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 哎 他真的就是一直都是谢谢 然后 没有要从你身上 得到什么东西哦 便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 所以就代表说 他都要需要 谢谢你 谢谢你 希望你 然后从你那边 怎样 谢谢你的陪伴 就是最好的 所以他都比较希望 是你可以为他而战 你可以朝他前进哦 好不好 那我说这个人 没有什么珍惜果然 热闹的时候 就没空想你 所以他的能量呢 非常的直接 都是什么 开心与不开心 都想要你陪在我身边 不说话也可以 你在就好 所以这一个人 诚信的就是 要你无止境 跟无条件的退出 因为他很懂得 隐藏感情跟情绪哦 爱不需要确认 不爱才需要 那你就会说 那他到底爱不爱我 他已经说了啊 他跟你之间的能量 他没有表现 对于你爱的表现 因为他就不要才需要 所以他是喜欢你 爱你 可是他是隐藏自己情绪 爱可以简单 但不能随便啊 所以他觉得 他要的是 简单的日常 简单的陪伴 我给你的陪伴 或许没有声音 没有语言 但他够真够久 所以他让你们的关系 不是红红烈烈的爱 而是单纯的陪伴 所以他非常的被动 因为我们都能 释怀坏情绪 在稳定的情绪中 与自己和解 遇到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 你们的关系 他想要的是一种 互相成长的关系 比较多 那我们说 他有没有珍惜 他珍惜放在心里 可是他不愿意说 很多的事情发生 都是有钱罩着 所以你们两个 其实有发生一些事情 那他还有没有在偷看你 有啊 他现在还没办法释怀 他想着你 等到不偷看的那一天 也许 也许就释怀了吧 所以不论你们的关系 或是停止什么 他也一直在关注你 因为他就是想要你赔 只是说 这一个人都不主动 都要你赔 可是你真的很令他心动哦 所以你是 他是有爱你的 可是他的话没有说出来 因为他很懂得隐藏情绪 这个也是比较被动 可是他爱吗 他爱 可是他说不出来 因为他遇见你的那一天 其实他就没有要分开了 那你要说 他到底有没有珍惜呢 他有珍惜 可是他没让你看见 所以你也看不见 所以很喜欢很喜欢 他是很喜欢你的 然后聊天的 聊天变短了 电话不常打了 对于彼此的好奇心少了 两个人就这样 渐行渐远了 也就是代表你们两个人很需要的是陪伴 你看他果然是一个很需要人家去阿语奉承他的人 来说你会好好的爱我 说你不会丢下我的 因为他什么都介意 所以这个人占有欲很强 他心盘里面就会有天蝎 巨蝎 然后甚至这一种 比较富能胡思乱想 然后会有处女座的能量跟天秤座的能量 很明显的会在这个人的心盘里面出现哦 讨厌收到很多承诺跟对不起 遗憾有很多的样子 不敢爱的人 来不及说的话 和不够努力的曾经哦 所以你要说珍惜嘛 他这边遗憾大过于珍惜 他觉得当时候跟你的平凡的陪伴 就是就是他最大最喜欢的珍惜的一切 就是代表最平凡的日常是他珍惜的 就像那个有一首歌 魏如轩的 他就什么晚安晚安 有没有 最平凡的日常 诶是晚安吗 不是 我忘记那一首歌名了 好反正你们知道 反正就魏如轩唱了 他喜欢的是最平凡的日常了 好好不好 然后面对面的吃饭 是他最喜欢的能量了 好吗 那其实那一天我根本舍不得 你再这样下去 我们也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这一个呢 他选择的是隐藏他自己的情绪 他觉得你们之间呢 他有好好的珍惜 那未来如果真的结束了 那就是遗憾了好吗 喜欢你是真的 不敢表达心意也是真的 所以这一个人 全部的牌卡都是在讲 我只要平凡的陪伴 就是最好的珍惜了 可是今天如果说了散了 那就算了 因为他怎样 他是喜欢的是真正的陪伴 而不是很多承诺跟对不起 好吗 他要的是你有实际的陪伴跟行动 那我们来看 后 越来越喜欢 所以他就是日久生情的 他要跟你之间的关系 要慢慢慢慢的前进 慢慢慢慢的喜欢 他非常喜欢你笑起来的样子 所以怎样 你们笑起来很漂亮 是不是来传讯息给 那个香香 我看一下你们是不是 我的频道都是出媒体 所以你笑起来特别好看 吵架是吵架 生气是生气 又不是不喜欢的 所以这一个人喜欢跟你笑的样子 他应该也是 虽然他比较木讷 隐藏他自己的情绪 可是他还蛮喜欢你笑 希望逗你笑 他希望你可以黏他 也可以对他傻傻娇 好吗 可是他要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一个很需要 极具能量的 大量陪伴的人 谢谢你 让我可以爱着你的同事 也爱着自己 所以你们 我的粉粉应该都是 还蛮有给对方空间的 遇见你的那天 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分开 好不好 因为在乎我才 乱了分寸跟丢了自尊 如果我和你们有曾经吵架的话 他其实是因为太过于在乎 所以他 他才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去伤害你 可是这段关系 是因为他太过于隐藏情绪了 这边还是有看到 珍惜这种信任 所以他要的是 平凡的日常中的信任 我最想念的就是你 最不敢打扰的也是你 所以我就说 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爱你的迹象 因为我这边有说 他是爱你的 而且他越来 越怕你失去 而导致于他真的真的不敢表达他的心意哦 所以这样关系是 看起来呢 他的表现都要呈现 你就是要来侍奉我 来讨好我 可是他内心其实很爱你 因为他太害怕臭伤 所以这张臭悪的被动牌 想你的声音跟想你的脸 所以他喜欢你的笑容 然后跟你的开朗的声音哦 你是我夜晚失去意识前 最后想的一个人 也是我一睁开眼就有限的念头 这一个人的情感很压抑耶 很压抑耶 他都一直在想你的陪伴啊什么之类的 珍惜对方 所以他有没有珍惜你 有 可是他珍惜似乎放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去排回排华 可是最后面他会说 算了算了 都过了那么久了 那就算了哦 越来越觉得自己手里有闪 那才会真正的不拒风雨 这是谁都给不起的安全感 我们有说嘛 他要的是什么 真正的一个贴切 就代表如果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对方的话 那可能这段关系呢 他发现他要以爱自己为主哦 所以他比较被动 他不敢去释出于你们之间的能量好吗 可是他觉得珍惜对方的话 是我们彼此呢 都要怎样 都要好好的 好不好 嘿呀 这个关系呢 他是很喜欢很喜欢你很爱你 可是他只是不懂得表达 因为他把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心里 如果说还能够重来的话 他是希望今天呢 有没有 就单纯的有希望你陪在身边 就是他觉得那时候最好的珍惜了 好吗 希望这一组牌卡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那如果这一组牌卡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加订阅可以获得20分钟的免瞻哦 好 机会只有一次 那如果你们已经使用完 记得follow我instagram或是facebook的话 就有机会看现实动态 只要逢年过节就会有抽奖活动 通通有奖 就怕你不来领取哦 好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拜拜 好那选到最后一组牌卡呢 请问你所想的这一个人呢 他有没有就是想起你 他是会觉得珍惜呢 好不好 他有没有珍惜你们这种感觉 你赢了 这是一个victory 也代表其他人赢了 你们的所有的冲突都结束了 如果你是胜利者 他会觉得没关系啊 那这个心胸 他是怀抱 他是会统训你的 也就是代表 他就会跟你之间都和解了 没有什么说珍惜与不珍惜啦 比较是像是我们说 不论未来面对什么挑战 我们都彼此过得更好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任何的责备 也代表每一个人啊 在参与跟你恋爱这件事情 都是照自己的良知在做的 他觉得他当下是真心的喜欢你 那如果说真的 你们两个人之间能量吵架 或是分离了 或是发生任何事情 他觉得不需要去惩罚任何人啊 他觉得你们的关系 就是这样子了 他就觉得有一种我们说的 那就没有什么好说啦 我们今天走到这个程度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良知 在行事就好 他并没有觉得他不珍惜你什么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开心的存在 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了 来我们看到 别自己偷偷的难过 要知道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你有我 所以这一个人还蛮弱弱大方的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 你回忆起来 嘴角会不知觉的上扬 所以我觉得他这边跟你的能量 就是说我们今天离开了 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开开心心的 我记得你的好 你记得我的好就好了 他当时候也有因为在乎 所以他当下可能也会跟你 失去理智的有一些争执哦 可是他生气的不是别人的冷潮 乐讽跟不看好 是因为你轻而易举的放弃 所以你想一下 他这边是一个胜利者 就是代表他不喜欢你先说放弃 或你先就算了 那这种感情应该他蛮长的 挽回你很多次哦 好不好 所以你们这边有分合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有时候生气是觉得自己 没能被理解哦 所以他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能量 就是你容易放弃 又不好好理解他 他明明就很真诚 所以老天爷让你发生了一些 发现一些事 那我们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因为以前的人 否定后来的人 你是经历了 曾经的你们这个关系 有前任的伤害 在你与你们之间的存在 而导致于这个关系毁灭哦 好不好 我这边看他是觉得怎样 一样 我刚才说VT 把当下过好就好 你看一模一样的牌卡 我们抽到了 他觉得就把当下过好就好 所以他如果事后分手了 他会想起你 他会想起你的美好 那他也觉得 如果你好好爱他 你根本就不会随便丢下他 可是他却有说 你庆了 一举的就放弃 你们之间的感情哦 我们会吵架 我就说你们这一定有吵架的能量 因为这个VT的牌 还是有宝剑舞的能量 一模一样的牌卡 就是有一个人 争吟的这一切 所以你们吵架的能量 你不用紧张 就算真的你死我活 他还是觉得后面的状态 他觉得吵完就算了 好不好 那有些是说出来 显得他不大度 但他确实不开心 所以你们这一个能量 在争吵的能量很强 那你就会说 那我是问他有没有珍惜我 他一直在埋怨我 所以就在把他没有 他觉得当下珍惜就好了 他觉得 过了就算了 所以他对上感情是觉得大家 开心就好 又开心又出现了 你开心就好 这句话意思是 我不喜欢这么做 但我喜欢你 他是喜欢你的 可是他有很多觉得 你们两个人之间是能量不对等的状态 当你开始计较 开始计较哦 开始计较会怎样 不爱请别伤害 也就是代表 他觉得你今天真的不爱他 那我们就不要拖着伤害了 那他想到的都不是珍惜 他想到的都是你们之间的争吵 可是他觉得吵了就算了就过了 反正如果你真的要放弃他算不开心 但还是得放手 所以呢 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改变自己 就算不懂的人觉得你很奇怪 懂的人才会珍惜与你的 与众不同啊 也就会代表 他希望当下我们过好 当下珍惜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他事后现在想起你 如果你们已经分开 他是觉得就算了 就停留在那时候吧 那如果我们还在 关系中的人比较少量的啦 如果还在看的话 就会代表 你应该要把当下过好 就不要再去想着胡思乱想着 以后不然有可能真的会结束 结束了他就真的 他的车尾灯你就看不到咯 有时候一个表情 一句话会让人很受伤 有没有 你们吵架能量很强耶 也许是因为足够的亲近吧 也或许自己有所期待 让心才会无防备的靠近 一不小心变得难备跟难堪哦 好不好 你们这个吵架 不要吵架 吵架对他而言 他觉得太受伤了 朋友而已 不回讯息很正常 是你越界了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啊 到最后面 如果他不再回讯息 不问你们是任何关系 也就代表你越界了 他只想跟你当朋友咯 我就说 如果这一个人 你跟他吵完架之后 你们断开 他就会让你看不见 他的车尾灯 所以想消失一段时间 最近好累哦 想躲到一个 没人知道的地方 大哭一场 把所有的委屈呢 都发泄出来 可是现实不允许 他这么做啊 好不好 所以他其实蛮想要躲开你的 即使他刚才有说 很冲突的结束了 如果你要胜利 那你就胜利吧 我们就各自安好 不论运动的挑战 他都会越来越坚强 他觉得这一段关系 没有要责备谁 可是他还是受伤了 想给挽留的你 要分清楚 是舍不得还是不甘心 还是愧疚 还是真的爱着 所以他反而是 你现在留恋于这段关系 他反而要是你想清楚哦 你说你会心疼我生活的苦哦 你有没有说过呢 那若能拥抱 如果可以拥抱的话 他想要怎样呢 我感到的难过 不是因为你欺骗我 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安好我就无恙 所以呢 这一个人都种种的能量 你要说他还有想起你的珍惜嘛 他面对于这段关系 他是珍惜的嘛 他是当下珍惜 可是如果今天过了 他就不可能再回头忘了 好吗 乞讨的爱不会被爱 也就代表如果你想要挽留的话 你要分清楚 舍不得不甘心 是愧疚还是真的爱着 如果这段关系分了 对不起 你再怎么样去乞讨 他还是不会爱你的 还是会想要为了你 怎样 就算你并没有开口 他讲了想要拥抱 也会代表他这一个人 他也拉不下脸来找你了 有好次说来听听话 情绪也可以跟我们说 如果一个都没有晚安也可以 所以啊 这个排卡很明显 如果你们已经分手断练的话 这个人你基本上 他对于你的能量 基本上已经呈现 我们就分道仰镖了 他想要消失一下 可是如果你们还在关系中 还在停滞 还在吵架 记得 你可以跟他沟通 说清楚 他要当下讲清楚 不要偷偷的自己难过 有没有 他说你知道 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啊 你是有他的啊 好吗 所以他希望的是沟通的能量 明明不算失去 与你无关 所以他这边的能量是 你还会遇到很多人 所以不要停下来难过 所以今天他跟你有关系 如果说他今天走到这里了 他不会说再回头去珍惜 然后这种感觉 大概就是当下他过好了 他会怎样 他会说啦 反正你会遇到很多人啊 我也会遇到很多人 我们不要停下来难过 你当下没有讲清楚 那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就去找彼此的人了 因为 他的世界最后面都已经与你无关了 抽到这张牌的人 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很人血无情 对 所以呢 这一个人他有珍惜吗 他没有珍惜 他只有当下觉得开心就好 他要的都是一个 还能放开心的关系 如果没有办法走到最后 那这张关系 他就觉得就结束吧 好吗 好好 这一排他 他没有珍惜你 所以如果你还在关系中 你一定要好好的 跟他开心就好 那这个人一离开了 就真的看不到车尾灯 如果这一排还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的话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哦 那如果已经 已经就使用了 又还想要产卜有经济困难 记得follow我instagram或是facebook 我的那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抽奖 那就是张张有讲咯 好啦 一张牌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就看你们 那这个人会关系 through the world 好吗 我会想要